游备儿童自行车前行刹松紧调节 首先我们一个手握紧前行刹的两侧刹器 另外一只手拿着工具 把这个螺母拧松 这时候我们既可以拧紧也可以拧松 如果调紧的话就是往下拉刹车线 拉到合适的位置 然后我们再固定拧紧螺母即可 注意整个过程我们这个手不要松 这样我们固定拧紧之后呢 松开就可以了 游备儿童自行车前行刹单边的调整 现在我们看到刹车一侧可以制动 另外一侧不会动 这时候我们需要调节前行刹后面的这个螺母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往上来拧紧这个螺母 但是一次不要拧太多 这时候我们发现两侧都会动了 这个时候我们把它调好的 我们就调好了 谢谢大家